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LKL International 这只是我双见论股YouTube Channel里面的 一位会员首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 按这个Droid Button,参加会员 可以看到它从底部这边就 弹上去 这个是Low 这个就是Higher Low 可以看到这边 成交量是很大的哈 现在呢,它在这边淋住一个非常强大的主力线 就是这一个套牢盘 这一个 非常强大 呃 这个价钱呢,就是0.45 现在它价钱是0.425 套牢盘的这个最高价是 呃,这个最强的这个主力线是0.45 也就是说 如果要进场的话呢 一定要等到它 收盘价 0.455最少 这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0.455 呃 没有突破上去的话 基本上都是很难的哈 这边呢,其实 如果再看的话 0.455是蓝线 回着线是0.60 0.65 0.65 4.65 是这个指指线 要更加安全啊 最好还是要突破这个指线 0.47的时候 再考虑也比较进场 但是基本上呢 我认为呢 这支股很难啊 只要它没有站上去这个 套牢盘 是很难去操作的 我也不认为它短期里面 是有机会突破 上去 0.47 是比较困难一点 当然每个人的 这个操作车列呢 都是不一样 呃 而且是 有些是长期的 有些是短期的 intraday的 这个就要看不同的图形了 呃 我的看法是说 只要它没有突破0.47 基本上都是很难去操作 收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